是,那身材矮 但是没关系啊,可以改造的 但是高跟矮跟智慧没关系 但是如果说你要创造你那个条件 那你要知道这个生命的原理 所以念一下 人是自己生命的工程师 人是自己外表的雕刻师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好,我教各位了解自己 我讲的这个都是真理 因为我是佛陀所讲的 并不是我编出来的 来,各位手拿出来 如果你手合掌 中间没有缝 而且你手指头很长 这代表什么 你这个人爱护生命不杀身 如果你手短短有动 你看到蚊子 你看到蚊子 然后呢 那你就会手弯弯曲曲的 所以那些阿嬷 过去都在杀鸡的 杀猪的 她那个手指头啊 已经不像人的手了 所以你的行为 你的手指头又长又细 中间没有缝 你很有爱心 很有悲心 来,手再拿出来 看看手背 手背有没有骨头血筋很多啊 如果骨头血筋很多 那是不好的 代表你这个人贪心 搞不好还会做小偷 欲望强 欲望强的人 哇 这个骨头血筋会冒出来 好 手再拿出来 摸摸头 你的头是尖尖还扁扁的 请问观世音菩萨头是尖尖还扁扁的 人家为什么尖尖的 永远孝顺父母 永远尊敬别人头尖尖 所以各位 赶快回去拜佛啊 拜祖先啊 来 手再拿出来 摸摸手心 你的手心是细细的 皮肤粗粗的还细细的 粗粗的要小心 好色的人会粗粗的 所以各位 一个人为什么皮肤很细啊 不好色 一个人为什么皮肤很粗啊 好色 好 还有还有 还没有结束 手再拿出来 摸摸脸 手心是热热还冰冰的 好在热热的 冰冰的代表不孝顺父母 所以各位 孝顺父母 爱护小动物 手心红红热热的 再来 来 各位看前面 你看出家人 故意把袖子做这么长 你们都穿短短了 我们干嘛袖子这么这么长 这么热呢 因为佛陀的手啊 放下来 站起来 可以摸到膝盖 可以摸到膝盖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人 手可以摸到膝盖 是谁 孔子 所以做孔子的像 他手拿下来的时候 一定摸到膝盖 为什么手可以摸到膝盖 这个人的手 用他的手去做好事 写了 我爱国家 我爱世界 写一些善良对众生有帮助的 他的手就长 这样了解吗 如果有人跑到厕所 某人王八蛋 你别人 还有一种人 如果你曾经拿了手在老师后面 你给我记住 以后你手会这样 如果有人用你的手去打过爸爸妈妈 保证断手 这一辈子会有车祸 断手 你用脚去踢过人家 特别踢过对你有恩的脚会断脚 各位 行为反处容易 好 再注意听 各位你喜欢脚长一点还是脚短一点 当然是长 为什么脚会长 注意听 老师在上课 爸爸在讲话 你坐在那边很专心 因为专心你脚就不会动 很恭敬 所以你脚就长 尊敬师长的人 身材高脚长 这样了解吗 再来 再注意听 一个人为什么功课成绩会好 你尊敬数学老师 你数学成绩就好 你尊敬果文老师 果文成绩就好 你回去想想看 尊敬有智慧的人 你就开智慧 你自然考试就好 你不尊敬有智慧的人 傻傻笨笨的 所以各位 你希望你的地位高 被人尊敬 那你要去尊敬值得尊敬的人 国家严守 校长 老师 父母 你要尊敬他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 尊敬最可怜的人 不要看不起 穷人 卑贱的人 你看不起对方 就是看不起自己 再捏射 行为反作用力 所以你要你鼻子漂亮吗 鼻子为什么会天生漂亮 不制造臭味给别人 有人去上完厕所 不拉水的 你保证以后鼻子不漂亮 身上都是臭味 所以各位 你把厕所扫干净 让别人觉得很干净 很清香 皮肤漂亮 鼻子漂亮 所以各位要多点好香 或是用香的花 或是我们学校公共厕所 你可以把家里的清香剂 拿到学校的公共厕所 放在那边 谁进去 哇 今天味道香 我去印尼 印尼很特别 印尼的厕所香味是咖啡味道的 哇 一进去就好香啊 咖啡的 所以 那自然 你的外表香啊 皮肤 好看啊 所以各位 再背一车 来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对啦 你写字不漂亮 那怎么样改造你的字 除了念习以外 念一下 念一下 送笔给人家 你送笔给人家 人家写字 所以你写字就漂亮 做女生的 你希望以后你穿衣服很漂亮 送人家什么 衣服 聪明了 聪明了 开悟了 男生 你希望你跑步很快 送人家什么 对啦 你希望以后很有钱 送人家什么 钱 太聪明了 但是 如果你去偷人家的钱 那你将来穷 什么赚钱都没有 你希望你读书更好 送人家笔记 送人家数学课本 帮助那些思学儿童 所以各位 这个世界真好 种瓜得瓜 这个叫福田 这个世界有三个福田 各位要种 来 跟我背一下 感恩的福田 尊敬的福田 爱心的福田 这个要背哦 什么叫福田 一个小小的种子种下去 如果那个土地很肥沃 哇 以后开花结果啊 对不对 所以有三个福田 你去种 你这辈子就会幸福快乐 这个叫智慧 什么叫感恩的福田 念一下 孝顺父母 照顾老人 爸爸妈妈生我们 养我们 所以各位呢 很多人会拜拜 我调查一下 有没有人曾经 跟你爸爸妈妈 跪下来感恩 花跪了不算 有没有人跟你爸爸妈妈 跪下来感谢 爸爸妈妈 谢谢你养我 有些男人会跪 拿着玫瑰花 跟他女朋友跪下来 他老妈会气死 从来不跟我跪了 就跪他女朋友 所以各位 你练习练习 如果你很喜欢拜拜 不管拜哪一个宗教 最后两拜 拜爸爸 拜妈妈 你现在就开始练习 这个叫感恩的福田 因为爸爸妈妈好辛苦 为了生下我们 宁可自己 挖自己的皮 也要给女儿 脸烧掉的脸去补 对不对 我那天看到网络一个新闻 印尼的 爸爸妈妈抱着小孩骑摩托车 车祸了 结果妈妈腿被撞断了 流血 他还抱着小孩子 跟他吸他的母奶 这个真的是 我有妈妈做得到的 自己在流血腿断了 还在喂小孩子 所以各位一定要 你这辈子要有钱 要长得好看 要有福报 同样人 两个人都努力在工作 为什么人家赚大钱 你没有赚到钱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修福田 所以感恩的福田 各位一定要永远的孝顺父母 就怕你 就算你爸爸妈妈离婚了 你两边都要孝顺 因为你这个身体 生命来自于父母 只是 有一句话 各位听过了 来 众生都是父母 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 人的生命有轮回 如果你去思维 我们有这一辈子的妈妈 还有上辈子的爸爸 还有过去世的爸爸妈妈 所以他们可能 有时候在做神 有时候做人 有时候可能他们投胎做动物了 所以我们有这个思想 对所有的生命 我们都孝顺 都尊敬 这个就叫慈悲了 但是各位必须要从 孝顺父母 超度祖先 那你这个人有福报 所以我们都调查过 真正有钱的人 特别在台湾 都是非常孝顺的人 然后他自然做生意 身体也好 因为爸爸妈妈给你身体 你不孝顺父母 你的身体一定不好 爸爸妈妈给你钱 你不孝顺父母 你绝对没钱 所以各位以后 出社会赚钱了 第一份钱 一定要供养爸爸妈妈 好不好啊 每个月都要供养爸爸妈妈 就算爸爸妈妈很有钱 但是你要表达你的爱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叫感恩的福田 第二个 尊敬的福田 各位现在会讲英文 会写华文 会读书 老师给我们的 从幼稚园的老师 小学中学老师 尽力的给我们教育 所以如果你不去尊敬老师 感恩老师 那除了你智慧不好 成绩不好 没有福报 没有地位 一个人为什么会做总经理 你尊敬校长的人 你将来有资格做校长 你尊敬国家严守的人 你将来才有机会做国家严守 尊敬值得尊敬的人 行为反作用力被尊敬 尊敬有智慧的人 行为反作用力有智慧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笨 看不起别人 你注意看 有些人脑筋不好 他看到别人 他看不起他 怪不得他笨笨 因为你看不起别人不圆满 那你就会障碍到你的智慧 所以各位不要笑人家 你笑人家 哇你好像猪 保证你以后生出来的儿子猪脸猪脸的 你骂人家好像猪 就中了你一个基因在你的脑袋里面 这个基因就生下变成你的儿子 你骂人家笨 你下辈子笨 生出来小孩子就笨 所以你越尊敬别人 所以叫尊敬的福田 所以各位 你隔壁有独居老人 那你下课以后 除了跟爸爸妈妈打招呼 跟隔壁跟他讲讲话 然后呢拿个水果给他 那个独居老人很快乐 哎呀 虽然他没人孝顺 好像多了一个儿子孙子 他很快乐 你到了老的时候啊 或是你现在开始 就很有人缘 你以后老师疼爱你 公司喜欢你 老板喜欢你 别人喜欢你 因为你去爱那个不被爱的人 第三种福田 念一下爱心的福田 那就各位呢 要去帮助 像各位这几天看报纸 非洲四个小国家 1600万人快 濒临死亡 很多动物都死了 联合国说要 凑足44亿美金 才可以度过他们这一次的干旱 2011年光南苏丹 干旱就死了26万人 那现在这一次更严重 那是各位呢 那大家要有钱出钱 好不好啊 哪怕一块钱 你看 你布施一个小小的种子 在福田里面 三年五年开花结果嘛 所以念一下 舍一得万 所以这个社会上 只要有人需要帮忙 像我们从人帮到动物 从动物帮助到 所谓孤魂野鬼祖先 我们都在帮助 因为这个是慈悲的福田 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善心的单位 各位你从小就要做 我小学三年级老师就教我了 我们要生四年级的时候 老师掉眼泪啊 他说老师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永远不能忘 因为老师每天叫我们写日记 不是写说什么事情 写什么 我每天做三件好事 老师说你们每天都要做三件好事 那养成习惯 一个礼拜可以做二十一件 或一个月可以做降命一百件 那如果你们做了善事 长大以后 你们就知道老师的苦心 我老师说 我们小学这一班的同学啊 我们后来有稍微调查一下 立法委员董事长 哇都是非常富贵的 最富贵的是我出家了 因为我们从小就养成一天做三件 我现在不止三件了 我一天要做五件十件 今天